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白旗主要的印法上半或者下半 局部的变化我们给大家讲解了一些 那么下面我们通过一些高手的实战力来看看这个定式 高手是怎么样在实战当中运用这个定式 那么这盘棋呢是李昌浩九段对朴廷环九段 往里挂 小飞 挂脚 拆了之后呢 黑的小飞手脚 白旗那靠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白旗靠过来这部棋 多数情况下都是这边有白子 在这边有白子的时候白旗靠过来的场合居多 如果这边是黑子或者说甚至这边的黑子比较强的话 白的这个靠就比较少见 感觉有点无理 所以这里是白子 白的靠的情况下比较多 那么上一期我们说到 比较早的时候 我们认为白旗需要必须要真子有力才可以靠 否则的话黑旗这一般 局部我们讲过白旗断是最强手 但黑旗翻打上来 再吃 之后呢白旗如果真不掉这个黑子的话 那么被认为是黑旗有力 但是现在呢白旗真子不力的时候 靠的下法也是有的 一来呢白旗如果这边 如果这边模样比较大 我们假设它这样的情况 甚至再更大一点 比方说这样的情况 那么白旗可以考虑就这么伟大模样 把底下的实地看得比较轻 而如果像现在这样的场合呢 白旗直接针呢 也是针不掉黑旗的 大家可以看到黑旗这个小飞的子 起到了引针的效果 但是呢白旗也可以考虑现在来引针 或者是黑旗搬二路的时候 白旗马上就引针 黑旗跟着硬不管是贴或者爬 白旗真子就都有力了 黑的如果不硬呢 白旗在这边连下两手 价值也不小 这里既是被黑旗提掉 黑旗虽然厚 但是呢 速度比较慢 旗子用的比较多 白旗在上边呢 也是都扎扎实实的 有根据力 可以说黑旗这个既是提掉 它的旗子的效率 也不见得发挥得出来 所以根据场合 白旗既是针子不利 也可以考虑靠的 那么实战呢 黑旗是班上面的 没有纠结于这个真子的问题 班上面 那白旗退 黑旗压 黑的压也是一种 很常见的一种定式 那白旗二路班 黑旗当然要退 白的跳 黑旗常是旗行的要点 白旗并 黑旗小剑 下成这个定式呢 它的必然性 我们在前面讲解 这个局部的时候 已经给大家分析过了 那么剑在这以后 我们接下来重点看一下 双方这个定式之后的下方 白旗呢 是点刺一下 问黑旗这到底沾不沾 普通的场合呢 黑旗还是要沾一手 当然有的时候 黑旗也可以有 印在中间的下方 如果不沾的话 这地方被一断 接下来呢 黑旗脚还没有活干净 白旗可以挤这个 然后再跳点在这里 就把黑旗脚给杀掉 这也就是白旗 为什么不先挡的一个原因 白旗这一挡 目处上来说呢 是便宜一些 但是被黑旗团 白旗再点刺 之后再断掉的话 黑旗脚上也是近活 这个黑旗 白旗点刺之后 黑旗脱线的可能性就 大了 那白旗为什么要点刺一下呢 第一个理由呢 是这里虽然有断点 但是这个断被黑旗一路打出来 白的并不便宜 一路打出来 贴出来是一种下方 或者呢 飞点在这 白的走中幅呢 实地损失太大 如果走下边呢 黑旗是一排长过来之后 再作战起来 恐怕白旗很难说 白旗有什么有力 甚至直接照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断并不严厉 那么白的如果补一手呢 这速度上来说 黑旗挂脚 速度上来说 白旗布局速度又慢 那么白旗就想点到一下之后啊 这边白旗这里比较扎实 黑旗打入也不算太严厉 点到一下呢 白旗就脱先了 这是白旗的想法 那么白旗点刺了一下之后呢 确实实战是脱先了 当然白旗点完之后啊 也很想在这里挡一下 也是可以考虑 那么挡一下呢 黑旗局部来讲 黑旗要补一手 但是这盘旗呢 实战白旗没有挡 脱先飞在这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黑旗的下方 黑旗打入在这 黑的这里已经出头出的很厚了 脚上也是活旗 所以可以说黑旗非常厚 那么厚怎么来发挥呢 黑旗判断打在这 它能发挥 这个厚的作用 白旗如果出头呢 有点别扭 它别扭在于 这局部就残留一定的弱点 黑的将来有这个冲断的可能性 白旗吃的话 这边可能这边要被断吃掉 白旗如果接的话呢 黑的局部有一点手段 最低限度 黑旗有这样的手段 爬弯断 然后白旗吃的话 也得把白旗打穿 可以打穿 或者呢 单挖 这也是可以考虑的一种下方 单挖在这里 白的不能吃了 吃被爬过 拐吃的话在街上 局部最强手是顶 但黑旗也可以这样冲过来 白旗这旗型味道不好 黑旗有各种各样的借用 那么在脚上大飞也好 比如说这大飞 黑旗可以在这里有根据地 这是白旗不太舒服的地方 将来被黑旗跳出来之后 这还有冲断的怪味道 有着怪毛病 这白旗不太舒服 所以白旗呢 实战硬的也是非常的坚实 杂丁在这 不让黑旗 局部不让黑旗 在这里有作业 黑的这个 如果来这样封的话呢 白旗跳出来 黑的是 显然是冲断的话 黑的是封不住白旗 或者白旗跳这个 这一打 已经把黑旗给断开了 黑旗还是个鱼型 那么白旗就再补活 这个黑旗也蛮重的 形成了一块很重的枯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黑旗 接下来 冲 然后呢 断在这 黑旗直接冲断 局部呢没有起 白旗一沾 就没有起了 但是呢 黑旗想把它封得更完整一些 直接靠在这封个完整 白旗不能往外冲 往外冲的话 黑旗一爬 白旗就死掉了 白旗只能吃回去 那么黑旗退在这 白旗冲断的话 黑旗把白旗给震掉 黑旗想让这个封锁 变得更完整 那么 我们来看白旗的下方 白旗明明可以沾 但它不沾 判断外边被靠住 这个 价值也是很大 所以白旗冷静地拐吃 让黑旗吃掉这两个子 然后白的一飞照 白的为什么肯这么下呢 它也有它成立的理由 一来呢 白的这一飞 大家可以明显地看到 黑旗这个子打入在这 被白旗飞照 这样照死 黑旗这边损失比较大 二来呢 这两个子死了以后 我们可以看出来 当初这一飞点 这个便宜 先手便宜 这个心情是多么的愉快 这如果没有点到这一下的话 白旗恐怕也没有被黑旗 这样提掉两个子的心情 正是因为当初点到了这一下 白旗这个子还是挺有用的 黑旗这个能飞子 白旗两边便宜 所以白旗有弃掉这三个子的理由 当然白旗当初如果是这再挡到一下 在这两个子活着的时候挡到一下 这样交换到的话呢 那白的就更完美 但是呢 这个可能性不太大 像成这样黑旗绝对不可能再去吃这三个子 但是这也是我们在实战当中需要注意的地方 在实战当中 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这个旗形 一旦被白旗先手飞点 先手挡了之后 黑旗再来冲断 不要认为白旗只有沾上一种下方 白旗很有可能吃这个 因为当你拔掉这两个子的时候 这边的飞点和这边的挡 这两个交换都变成是 黑旗走了两步没有用处的旗 白旗这两步旗呢 相当有价值 这是黑旗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接下来这盘实战呢 是 两位中国旗手 黑旗是黄青 白旗呢 是谭笑 白的飞 黑旗来靠 白旗半 退 这盘旗白旗选择的也是一样 黑的半 白旗退 这个定式呢 是 很常见的 在靠之前呢 黑旗先挂了一下 好 那么 白旗小剑 黑旗也是这样一飞点 白的沾上 黑旗呢 拆二 这盘旗呢 黑旗选择的是 拆二 刚才的局面呢 黑旗这边已经 这边已经有拆二的情况下 这个打入呢 并不是太怕 打进来的话 黑旗这里有坐眼的空间 这边出头呢 也很舒服 但是现在这样的情况 这步旗就显得非常重要 如果这里被白旗走了 黑的两边 都不安全 都有可能是白旗进攻的目标 所以这个拆 这是超级大场 甚至可以说是几锁 白旗这盘旗是跳在这儿的 跳在这儿 那么白的呢 小飞 站大场 那么刚才我们注意到 刚才这样的局面 刚才的两 实战呢 是选择了打入 因为打入之后 在脚上 白旗有这个坐眼的空间 这样一大飞 再一爬 局部就快活了 但现在无有角的场合 这个如果要再打进来 就显得有点无礼 黑的跳起来的话 白旗在这边没有坐眼的空间 只有往中复逃一条路 那么这个子就显然 压力大得多 所以白旗没有选择打入 而是占大场 黑旗呢 当然也暂时不需要补 黑旗也占大场 这个无有角和小飞角的区别 大家可以看一下 当然如果黑旗 连小飞角都没有 这样的情况 那白旗打进来 很显然 它的严厉程度 就要大得多 挂脚或者是走这个 都可以 打进来要更厉害 所以这边的配合 也很关键 决定了白旗 这个拦过来 它是不是严厉 那么白旗走过来之后 这里 黑旗不挡 还有一个理由 黑旗这个先手挡呢 从木树上来说 是便宜的 从木树上来说 因为这个是先手 不走的话 白旗这一飞还是很大的 但是挡掉呢 黑旗这边的眼位 也受一定的影响 白旗这多一个字 黑旗这边眼位受影响 如果这样的话呢 局部黑旗 一眼位的空间 是比较安全 这个就是 无油角 小飞角 或者是一个 新位一个单子 白旗在这边的手段 还是有差别 无油角呢 白旗就不打入 新位的话 白旗很有可能 不是往外侧挂 这地方是大家需要注意 不是往外侧挂 白旗很有可能 是往里边挂 因为黑的如果在脚上 还要 还要硬来的话 这边被白的封进去 白旗有可能 选择这样的下方 特别是黑旗 挡到了这一下 白旗就更有可能挂进来 因为这块旗的眼位 黑旗不安全 这个是几种情况下 这个定式以后 几种情况下 白旗会选择什么样的下方 是有区别的 好 那么 接下来这盘旗呢 是 陈耀叶对弹效 局部同样的定式 但是 根据周围情况的不同呢 每盘旗都有不同的变化 还是这么一靠退 压着这个 弯 跳 所以这是一种很常见的局面 黑旗依然是飞点 这盘旗呢 黑旗飞点完了之后 它马上就挡了 黑旗马上就挡了 普通的定式呢 白旗需要硬一手 因为这地方被黑旗挤吃掉呢 白旗整块旗还没活干净 普通白旗需要硬一手 那么黑旗既然挡了 它可能考虑不一定是拆在这 也许黑旗想拆得高一点 这个挡呢 白旗打进来的时候 黑旗这个挡有一定的好处 那么这盘旗 白旗没有距离于局部 它在黑旗挡的时候 白旗是拖现了 肩顶 这也是很紧凑的一手 特别是白旗跳在高位的时候 这一肩顶 再加攻 对黑旗这两个子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那么黑旗既然白的不硬 那黑旗当然顺利成章的黑旗就把这个子吃掉 这个吃掉非常大 黑的在脚上有根据地了 那么白旗整块旗呢 眼位还不全 所以白的呢 在中间防守一步 那么黑旗 把这两个子逃出来 白的呢 看到黑旗这边已经厚了 已经厚了的话 白旗靠上来 黑的半的话 白旗连半 白旗可以这样借劲 如果是这样的场合 白旗一定是舍不得靠的 这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黑旗还在没活的时候 白旗靠呢 等于帮黑旗越走越强 帮黑旗做活了 而黑旗已经厚了 已经活了 白的反倒可以靠上来借劲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差别 好 那么关于这个白旗搬了贴 下成这样一个基本定式 黑旗普通呢是拆 或者飞点一下再拆 下成这样一个普通基本定式 以及这个之后 它的一些细微的差别 一些定式之后的变化 通过前面几盘旗 相信大家应该也 有了一些认识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 这个不同的变化 这盘旗呢 黑旗是 胡玉清 业余 业余旗界的 天王级选手 黑旗呢 是职业旗手 朱元豪 好 黑旗挂完肺 白旗 挂脚 搬 挂两下之后 白旗靠在这 好 这盘旗呢 黑旗没有选择搬这个 现在选择搬这个 如果选择刚才那个常见定式 那么感觉 好像 白旗这个 步调还是不错 很自然的就把那边给连上 这样下的话呢 白旗 飞点一下 先拆 黑旗再断了 白旗一退 白的这已经 也是 活得很安全 不走呢 白旗哪怕将来就沾一个 跟一起交换 下层这样感觉 白旗很自然的就把这边给走好了 这个是 从实地上来说 白旗还是 有收获 那么这盘旗 黑的是选择的二路半 白旗扭断 这个是局部手筋 黑旗翻打 之后再爬 这个我们给大家讲过 老的定式呢 白旗是翻打出来的 之后呢 黑旗 爆吃 这样白旗得到一些实地 当然脚上呢 黑旗还有点味道 有文章可做 但是呢 黑旗爆吃之后 非常的厚 我们可以看到 黑旗爆吃了之后 白旗这两个子就比较难受 要是这么轻飘飘地逃出去 当然也是可以的 并且还是先手 但是呢 它总是 总归它是一块 可以说是没有活的旗 当然白旗逃完 马上在下面寻找根据地 这个下法也是值得考虑的 但毕竟黑旗非常厚 白旗感觉有点薄 如果是这样下呢 就可能更是不太好 虽然有点根据地 但是感觉很局促 比较苦 白旗实战对这个打出来的下法 表示不满意 我们来看一下白旗的实战的变化 白旗使出了这个二路斑 这也是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一个下法 白旗二路斑 黑旗呢 也很干脆 打吃完之后 把这个爆死 另外一种变化呢 就是吃 或者黑旗细腻一点的话 可以考虑吃在这 白旗如果翻吃完再断打的话呢 这个黑旗不粘了 黑旗再把这个字吃掉 这也是一种变化 吃在一路跟吃在二路的区别 如果同样白旗是断打在这儿呢 这个差别还是很明显 吃在这个地方 将来白旗一旦把这个子尝出来以后 白的有先手力的手段 如果紧住气的话 甚至直接就靠死了 就算气不紧 将来白旗还有利用 而吃在一路呢 眼位已经是两个眼 很安全 所以这地方有一点细腻的差别 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来选择 那么黑旗如果吃这个的话呢 白旗断打 完了 现在这盘旗的局面 白旗可以考虑提掉 把上边都看清 然后 晶莹这块大模样 黑旗长的话呢 白旗一路打先手 将来有这个靠之类的借用 把上面都看清 晶莹大模样 这是一种选择 白的也可以考虑长出来 长出来 这样黑旗长的话 白旗就贴 这边也算有子配合 所以黑旗将来把这个子逃出来呢 白旗也不太怕 白旗把这个沾上 黑旗吃在二路的话 将来白旗还有另一个的手段 黑旗挡被白旗顶死了 没得尖的话呢 白旗可以把两个子吃掉 当然也要看情况 比如黑旗现在拐 那么这两个子就变轻了 白旗去吃它也没什么价值 白旗就可以选择从脚上来利用 小尖也是先手 黑旗外边呢 应该说如果被白旗夹死的话 黑旗外边还是估起 那么这边白旗尖也是先手 这个黑旗 还得补 这很委屈 所以这个也是要点 那么白旗再拆过来 这样的白旗两边也都走到 也是可以考虑的下方 白旗也不亏 所以这二路半也是 也是一部在实战当中 用得到的抢手 二路半 那么实战黑旗断打之后 它没有吃这个 它选择的是爆吃 这个白旗翻打出来 可以说局部黑旗是挺亏的 被这样翻打出来 本来这样真吃黑旗当然是很厚的 但是被白旗通过这一段呢 能跑了 这个白旗这一跑够大 那黑旗下得也很有气势 现在再跑这三个 逃出一块姑旗 当然没意思 所以黑旗当然是弃掉 再扳头 跳了扳式手劲 把白旗给扳回去 不能随便冲 这个我们讲过 冲被一兜打 全死了 这旗不能撞 所以拐 黑旗先手沾 白的吃掉 实地呢巨大 但是黑旗形成一个后势之后 这一段 这边 这边这个 实地加上它的发展性 也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下一步很重要 分头 如果这边的点再被黑旗占了 大家可以看 黑旗这个后势 它能发挥出巨大的威力 那白旗分头呢 显然对它有很大的限制的作用 那么从局部看来 白旗吃到这么大一个角 是非常满意的 当然黑旗这个弃子的下法 就要看这边的配合 能够产生多大的威力 这也是一种 实战当中很有意思的变化 好 那么今天就先为您讲解到这 谢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